來 到桃園龜山區南堪定活動中心 只見一群阿紅阿嬤正聚集會神聆聽前方老師的講解 並跟著拿起鼓棒開始複習先前教授的歌曲與動作 他們都是南上社區泰國隊的成員 而特別的是成員們平均年齡70歲起跳 甚至有高齡92歲的阿嬤也來一起學 隊員們也分享了自己的學習心得 在老師不厭其煩的指導下逐漸記住節奏和動作 身體也變得更健康還結交了一群好友 有些人也圓了自己的音樂夢 甚至回家都會練習就是希望能有更好的表現 我們秀兒老師很有耐心愛心 一次 二次 三次 很多次的一直的不厭其煩就教我們 因為我先生他這個身體也不好啦 那我就來這裡鍛鍊 把自己身體練好一點 所以我就每個星期三都很期待 我九十二歲 開心看這個嗎 有喔 真開心喔 不過老師跟我們都很好啊 我們來這裡玩中很好啊 阿嬤大概有兩年了 因為這個有運動到啊 像這樣 手動到啊 腳也有動到 所以喔 身體上感覺到回去都很好睡 這裡的人都種菜啊 都很會種菜 都分享 很好 有秀兒老師的教導 讓我們有快樂 有健康 有幸福 有我自己還有用那個那個夜裡有一個棍子 我弄小一點 在家也有在學習 四年以前的人生活 農村比較難苦 也都不接受就多 只要是說如果廟會 廟會的時候 看人家人在打過 我們就很信心說 啊那個 打的聲音很高這樣喔 心情會很好 結果來關懷祭庭 秀秀老師把我們教 才知道說打這個鼓 也有柔 也有鋼 所以我們在這邊喔 大家一起來好像姐妹 啊老師很用心教導我們 由於隊員們都為高齡長輩 一次老師透過播放兒子的門下的老歌 帶長輩們跟著旋律來打鼓 並用說故事的方式幫助他們 進去打鼓與部分舞蹈合作 老師聖誕大家都是一群認真可愛的老夫行 從原本要坐在椅子上 到現在人人都能站著 賣力打完一兩個小時的課程 身體健康進步很多 值得稱讚的就是 剛開始的時候 現場我們都會擺一張椅子 他們就是不方便的時候都會坐著打 但是這樣子下來喔 他們進步很多 現在不用他們都離開了椅子 剛開始的時候他們是 手腳沒有辦法一起動 動了手就忘了動腳 動了腳就忘了動手 那現在他們很厲害了 能動腦動手又動腳 龜山區南上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以及南上里里長也接受了太鼓隊成立來由 原本是為了豐富社區跟環局點的活動多元性 而購買了急速部 不過大家打著打著就打出興趣來 彼此在今年成立的太鼓隊 希望促進高齡長者身體健康 我們這裡都是長者 長者來這邊上課做運動 他們覺得很無聊 所以他們到時候就是說 自己買了一些十套的太鼓來練習 十套的太鼓來練習 結果的人數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再增加十套 就是陳議員 陳條倫議員幫我們籌措十套的太鼓 總共有二十套 所以現在老人家都會少時間去外面 這樣打太鼓運動身體 早上練習 讓他們頭腦不會遲鈍 不會循著音樂的步驟這樣打太鼓 有啊 到長庚醫院去表演 成立了四年多了吧 他們時常到長庚 還有比較年輕隊 還有個年輕隊的 都會到大庚國小去表演 校慶還是運動會在表演 首先感謝北建古文有限公司 來我們南上社區 報導我們地方的民主風情以及特色 南上社區發展協會成立了二十多年 在歷任的理事長領導下 我們有很多的特色 今天我們的特色由我們的理事長 來一一深入報導 南上社區太鼓隊隊員們透過打鼓 活動輕骨和腦袋 不僅讓身體更健康 由內額外延緩老化 更實現了人生七十才開始的精神 開創人生精彩下半場生活 無心太鼓隊戰 喜歡聊天和她的報導